石禮謙議員 主席 現在有時做政務官都很艱難 口講不對心 但沒辦法 他們有任務在這裏要做 這些這麼重要的事情 應該局長自己來解釋 解釋不了 解釋不了也有責任 不要在政務官後面幫你撐 或者反映一下在行會那裏 這個頗重要的 另外一件事 主席 我也不想 政務官是尊重的 他們做他的工作 我們是欣賞的 但是我不尊重那些決策者 就是不去了解市場 商鋒給他吃 要死掉才行 主席 他完全對市場是不去了解 好像剛才我都不需要再說 好像梁議員好 郭議員好 甚至沒有 陶謹申 這麼中狠的議員 在這裏都可以有這麼多的批評 這個帶出來的問題 就是很大的 我知道我們說多少說話都是沒有用 因為政府就不會改 因為現在政府說要強硬 要強硬 要做 但是往往做出來的時候 就跌了到河頭的時候 他自己又不懂得爬上來 當然要找一些政務官去救他們 上來 主席 我剛才說的事情 我不想 要是時間 我不想 第二件事 主席 我會給你足夠時間 不是 我會的 主席 第二件事 發言稿 很多都是國際公司 你出發言稿 都沒有 兩個發言稿 都沒有英文 你是不是怕被那些國際公司看到你說的話 他未必可以聽 但你看他都看到 有些記者是外國記者 為何你又不做英文 中文說中文都不要緊 兩年我們有 立法會的文件都有兩種議員 主席 是不是他害怕呢 第二件事 剛才 官員說 關於那些很成功 打擊所有的炒 炒 炒 香港本身 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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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前 然後這三年來就像SSD,這個不是新加坡發明 SSD都有的 在三年來他不買,就供給錢 我們SSD都是這樣做的 另外我會慢慢講,但這次五分鐘 Law Society 叫你給資料 第四段,Law Society 叫你給資料 今天我看不到你有什麼資料給他 那就來開會 你當作人家放這麼多心血,寫一些建議給你們 你當作人家發誣風 你們那個局怎麼去做什麼 是不是因為你們強硬 很簡單,你不要逼建制派議員支持你 這裡很多建制派議員,這個經民聯已經不會支持 加上林大輝 我希望自由黨也是不會支持的 你記住一件事,你這次可以拿到票 不是代表永遠都可以拿到我的票 建制派就說 是如是非如非 不是說要效忠你一世的 沒有這樣的事的 你這些政策影響到香港經濟的 那個基石 這個主席 我希望你們去了解一下 你打擊 你打擊炒賣的 沒有問題 但是不要害死所有整個市場 全部影響很大 我想向這個機會告訴 120萬的業主 因為他要打擊 1萬多個 2萬多個新樓的樓宇 每個人都會有機會 看到當有一天 走回九八年 在負資產的時候 我們的官員 就說 哎呀 沒有想到這件事 麻煩你想想想 為甚麼 不是說 你一要出來 那些政策出來 就打死人 打死人是厲害的 你是要限制 你減低地產交易 是要減到甚麼程度 你又不肯說出來 你到哪裏知道 你又不肯說 多次主席 我跟著排隊主席 好啊 有沒有回應 英文版的 你們的發言稿 是不是會之後還給回的 或者聽了石議員 其實他是很好的 很多時跟我們很多交流 我聽了你表達的 的看法 我只是想有兩點說一說 那個發言稿 因為其實是方便 我們等委員可以知識 我們有些提交結令 其實那個資料文件 我們中英文的 立法資料文件 是有提交的 其實我們都會盡快 會後 我們都會補回英文的文本 是放回到網上 我們跟海外不同的機構 其實都保持溝通的 就著LOSO 其實我們就 運防局跟我們 都有約了 將會在 很快 下個禮拜 都有一個機會 會跟LOSO 去談一些 仔細一些操作 法律上的問題 我知道已經是弱了的了 其實我們推出 這個條例草案之前 其實我們都有去LOSO 做過簡介 有初步聽過意見 他們都有提過一些 實際上的一些 運作的問題 譬如我剛才剛才提到 那個買家作一些聲明 如果是因為他香港永有性居民的身份 而那個聲明之後查明是不屬實 有關那個責任 是規限在一個買家 這個其實我們都是有聽過LOSO 提出那個意見 而我們在條例草案那裏是吸納了的 最後我想說就是 我們有個責任 將我們的政策考慮 在這個法案委員會上 帶出來跟議員去解釋 議員我們聽了你們的意見 我們當然會回去深思熟慮 在我們整個政策和條例的考慮的時候 我們會去審讀 我們會再將我們有關的評估 再跟議員分享 其實這是一個法案委員會發揮的功能 所以我想我們會在這一方面 用一個很中肯的態度 作為政務官或者政策者代局長說也好 我們是用一個很中肯的角度 在這裏跟議員做一個交流的 主席 我不想殺大家 我知道剛才局長輝說了 我有一件一點 你又是那個BSD、SSD那個主席主席 他剛才說的那件事 他們一直在局就不肯接受 如果是公司好 那些不是港人去申報的 是香港人買樓 現在剛才說的那件事 麻煩你在另外那裏 提醒他們今天接受了這件事 近節 說回來 我在那個事情說說 那些director 如果申報是香港人的 他們不肯接受的 就不能competit 現在他講的有一點 麻煩你把第二件事 主席就說他要放上網 我們bills committee 所有立法會 我們放在handsart那裏 所以你放在網上是沒有意義的 我們看不到 將來如果有一條法例 要看回handsart handsart是看到文件 都是看文件的 主席 第一 第二 第三點 就是關於你說你跟拉嫂說的 拉嫂的封信是給我們的 你還要閉門會議 我們不知道你說什麼 所以他有封信給我看 我就看回這些文件 你回答他的文件 他要的文件 你就寫下去 你不要閉門 搞定他 就當作沒事 因為他帶了我一個思想上 一個突破 但是你的突破 你不讓我們突破到 你就在我裡面搞 不知道你怎麼搞定他們 你就這件事麻煩你 全部每一個文件 每一條去問的問題 你要回答 誰問的問題 都要回答 多謝主席 多謝主席 好 有沒有回應 是不是Ricky想回應 多謝主席 我想我這裡也想回應一下 因為剛才你們也有不同的委員 也提到我在開場發言的時候 提及有關於 住宅物業市場的情況 以及這些數字 在這裡其實我也想 再澄清一下 其實新一輪這個需求管理措施 我們不是說真的要一刀切去壓抑那個需求 但是我們是希望 很希望防範到樓市的風險 進一步去上升 所以我們是針對性地提高一些 部分買家群組的交易成本 我們希望達到那個政策目的 我們在這裡要很清晰地跟大家說 就是我們希望 等到香港永久性居民的 置業的需求 可以得到優先的照顧 以及防止住宅物業市場 那個投機或者投資活動 是由這個住宅物業市場 擴展至這個非住宅物業的市場 所以剛才你也提到 我們是否只是靠 或是壓抑那個需求 其實在這一方面 我們都是針對樓市非利性的抗份 其實我們是採取有不同的措施 商管齊下的措施 我們看到就是供應的問題 所以我們一方面主動去買地 以及增加這個土地和房屋的供應 包括這個住宅和非住宅的土地的供應 另一方面我們都認為推出這個需求管理措施 是非常之重要的 亦都在年初的時候 為什麼我們都要帶出 我們再有新一輪針對這個住宅物業市場的 新一輪的措施呢 其實我想在之前我們亦都被 立法會的民意都交代清楚 其實我們在今年的年初 我們看到整體的樓價是重拾這個升軌的 按月是上升有幾個percent 整體是較2008年的近期低位 是去到接近約升了120個percent 所以新一輪的升勢 在中小型的單位市場 即是實用面積少於100個平方米的住宅單位 是更加明顯 在售價是在2013年的1月上升2個percent 是比我們08年的低位 是輪值上升超過120個percent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情況 所以我們為什麼我們希望 就是有新一輪的措施呢 就是會防止到這種 是我們見到重拾升軌的抗份的跡象 是重新在2013年會再出現 所以我希望在這裡交代到 為什麼我們再有新一輪 這個需求管理措施的背景 多謝主席 梁志祥議員 你第二輪好嗎 我只是告訴你 這個政府賣樓 每一次都叫新的高點 他就不會去講 只是講另外市場的高點 梁志祥議員 不關 我們會去看 我們會去看